那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它变成16%变到27% 所以稍微请您知道这件事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画图 第一 你大概 大概这边 我会希望等一下 等一下你们要在这边试着写一些结论 写一些观察到的现象 好 这样 等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 好了 那这边还有一个操作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现在点一下亚洲 再点一下亚洲就恢复全部 就是当你现在点亚洲 那因为是互动字报的 它就全部把亚洲的图呈现出来 可是当你再点一下亚洲 它就变成全部了 那特殊的选取方式就是按Ctrl键 当你今天想要去看2020年 然后Ctrl键 亚洲 好 Ctrl键按住 然后再点亚洲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2020年且是亚洲的一个表现情形 好 没问题 那我就开始来去讲视觉化分析 首先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点这个加 新增页面 新增页面 我们把这个名称换掉 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换名字 这跟亚洲操作是一样的 它里面的操作跟亚洲真的都一样 好 来 请输入进口资料分析 好 来 麻烦请点选 点选这个C的资料 然后请输入进口资料分析 可以吗 等一下可以写法图罗 所以你要见到 这个不明是 因为那个 iPhone跟iPad 它是 上那个通流版 后边有ZPOP 现在我们用的是ZPOP 那Mobile它就只能玩我剛剛做的那件事 就是你還是可以打開那個檔案 可是必須我要分享出去 可是我現在沒有時間去做那個分享檔案 好 我現在呢 我現在我們要先講 我畫圖我喜歡畫那個畫 就是第一個會把單位的logo加上去 好 那至少 來請點這裡面 麻煩請點常用 1請點常用的文字方塊 然後請輸入進口資料分析 進口資料大數據分析 那我希望這個字大一點 這就是word的操作了 就是選到它 然後請把字射大一點 比如說射到36 28 出題 出題 至中 請你們先答好一個標題 那我喜歡每一張圖它有邊界 有個邊界 邊界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這個是篩選 這個是文字方塊 這個是欄位 請在這個格式 格式 這邊請邊界打開就好了 邊界 就這樣子 就是本來它是沒有這個邊框線的 好 然後現在你點選格式 格式 邊界 然後打開 它就有了 可以嗎 我們 打開 出題 行 也